前不久 安徽布阳影权警方精准预警快速反应 成功劝阻了一起电信诈骗 为群众挽回损失数万元 3月23日 富阳市公安局影权分局反诈中心 接到了预警提示 江唐辖区内居民梅女士 疑似接到了诈骗电话 接警后 民警第一时间联系梅女士 但其电话一直处于通话中无法拨通 情况紧急 民警随即展开了末派工作 经长达四小时不懈努力追踪下 民警找到了美女士 经了解 诈骗分子冒充公安人员打电话给美女士 称其名下银行卡涉嫌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美女士信以为真 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 下载了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手机APP 还将自己的银行卡号告诉了对方 还将自己的银行卡号告诉了对方 由于公安机关已对美女士手机号码及银行卡进行了 指付才保住了银行卡内数万元钱 警方提醒市民 及时下载国家反电诈APP 警方电信诈骗